馬上來看看這個動物園的最新明星 現在銀亞真的是萌翻了 今天是他第一場的見面會 當然這一天對他來說也格外的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電視上 我們看到了這個銀亞 永遠都是非常萌的樣子 不管是他爬在樹上的 或者是倒在地上睡覺的 或者是他背對著大家 大家都覺得他實在是太可愛了 但問題是如果你不是看我們的新聞 你到現場去看 你可能會發現 你看不到銀亞 而是大家的人頭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天還沒亮 跑去動物園的門口排隊 結果狀況一直在發生 像是一下子 他們的門口排隊動線的突然改變 很多人都在講說太不公平了 他排隊排了那麼久 怎麼變成前面的人先看到呢 好不容易擠到了貓熊館裡面 一次就放進了四百個人 大家擠成一團 所以根本就看不到銀亞 只看到前面的人頭 所以很多的民眾是忍不住破口大罵 這參觀的動線真的糟頭了 一看到超可愛的銀亞 就是驚呼聲連連 這是搶先入管的民眾才看得到的 因為接下來就大亂了 完全看不到 銀亞在哪兒 只看到人頭 看不到銀亞 才剛踏進墊高的步道 沒看到銀亞 只看到人頭 連小孩背在爸爸肩上 依舊沒看到 這樣看得到嗎 我不知道 這只是剛開館前五分鐘 因為接下來火爆場面 不停上演 有沒有照抖 有沒有照抖 快點抖 可以走了啦 照抖十分鐘啦 現在的快點走啊 你們照抖走 我直接走 銀亞實在太吸睛 所有人站在櫥窗前 不管工作人員怎麼喊 完全當作沒聽到 往前往前 往前往前 來往前來 對不起來往前往前來 人潮急急急 全都是為了看銀亞一面 沒人輸到混亂場面 持續好幾十分鐘 而且清晨時 外頭也是批評聲不斷 本剛到人 一撥 爬到前面 覺得太頑強 對啊 你早一點講 三個窗口 你早一點講說 我們就三個窗口 大家來挑嘛 只有一道入口 變成三道全開放 本來排在最後的 通通向前衝 變成第一個 結果時間一到 老的瘦的通通在奔跑 為了看銀亞一面 民眾紛紛抱怨 這一面好辛苦 不過銀亞六號見面會首日 本來準備發放 一萬九千兩百張的號碼牌 但學生尚未放假 再加上是星期一 最後不到一萬人入園參觀 小娘人氣有待再接再厲 東三新聞 SN小組在台北報導